顶级专家 权威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健康龙江直播室 我是主持人杨阳 今天我们来讲的就是分娩阵痛的相关的话题 那在这里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011 或者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微信公众平台 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留言和互动就可以了 那么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了解吗 其实这种分娩的疼痛 它是仅次于烧伤的疼痛的 位居于第二位 那么很多的准妈妈们真的是 一说到要自然去分娩了 难免都会觉得太恐惧了 所以她们就会选择相对有风险性的抛工产 那么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做客演播室的专家 她就是来自于哈伊达寺院产科的主任蔡燕 蔡燕哈伊大寺院产科主任 副产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医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省时师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专家 擅长微产期高危妊娠监测管理 诊治以及危重症的治疗和抢救 多学科协作诊治凶险性前置胎盘 保留子宫 对复发性流产 宫颈机能不全的宫颈还扎术 治疗效果显著 熟练处理疑难产及娴熟应用 助产技能 积极抗导自然分娩 你好蔡老师 你好杨阳 非常开心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那么因为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很多的观众都是给我们的节目留言了 然后特别希望您讲一讲 有关于产科这方面的事情 那蔡老师 其实前两天我也是看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一个产妇 他呢就是想选择什么抛工产了这样的一些手术 但是家人们就坚持说 一定要让他去选择那种自然分娩 所以呢他因为恐惧 然后最后选择了自杀 对结束了生命 那么其实这样的新闻 或者这样的事件是不是也很多呢 实际上这个事件一定是一个特例事件 我们这种情况不会这个发生很多 而且他这种情况呢可能还带来一些 比如说孕妇的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心理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有孕气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抑郁 包括分娩疾病 一个急速的一个爆发 可能出现这么一个恶性事件 但是他的确是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孕妈妈这个疼痛 是需要我们关注 而且是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 的确是我们不管我们的产科医生 麻醉医生也在共同努力这个事情 没错 就其实这种疼痛 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就只有孕妈妈 她自身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因为我同学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是在医院陪着她嘛 她是一直在那蹦 在那跳 对 而且跳了半宿的时间 哇哇的哭 哎呦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 我就想难道真的这么疼吗 对 她是要借身去体验的 这种疼痛 可能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 说真的会疼到那种程度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通过一个小片 来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疼痛 新手爸爸杜先生 昨天刚陪妻子生产完 一级啊 对 现在是一级 比我想象的有点重 再加到二级 现在是二级了 二级还可以 还能再来一样 三级 有点感觉 有点疼 有点疼了 有点疼了 还能再来一样 现在体验到四级 相当于妈妈老公已经开到三级了 几级来看 四级 相当于妈妈老公开三级 四级 对 现在感觉我看着你也疼痛了 四级这个感觉就 反正对我来说 我能缓一会儿了 缓一会儿我感觉我应该可以再往上来一下 现在几级来着 四级 现在一块三级 已经入院待产了 三级 对 完了我好像挺得不到太高 那再给你加到五级 再来一级 再来一级 不不不不不 先别讲 同样的新手爸爸 王先生 他能坚持到几级呢 现在就是整个上半身都是特别的麻 然后腰这个位置就是有点像小针 就一直在扎起来那种感觉 好 现在咱们体验到几次呢 是不是二级 可以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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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加到三级吧 嗯 有点挺不住了 然后整个上半身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支柔 跟着还可以再加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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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 我不行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了 哎呀 蔡老师 您看我们两个在看片子的时候都在那笑了 就是觉得这个准爸爸们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是自信满满的 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已经语无伦次了 而且呢 这些啊 我觉得好像他们体验的级别是六级 那真正的疼痛会达到多少呢 其实要从理论上来讲 其实每个人的痛欲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的妈妈 其实她生完孩子以后 她说的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恐惧 其实她可能那种痛欲跟别人是不太一样 但是大多数人家如果要用真正疼痛来讲 说可能说十级甚至达到十二级 就是这种到 那是指我们要到要生之前那种剧烈疼痛 其实分娩呢 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渐进的过程 她不会说的让你一下子就达到十级十二级 她一定说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点隐约的不舒服 像一二级像那种小蚊子扎一下 是吧 等到我们开到三公分呢 大概三级左右 说你还能耐受 其实它是个逐渐有个食应生理的过程 所以人类才产生到 我们到现在 大家都是自然分娩 出现了这个人类的一个延续 应该是还能挺得住 但最后可能你没挺住的时候 就开始要生了 就刚才我们那位爸爸说挺不住了 那它是一个演示 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过程了 对啊 其实您看 刚才他们体验的只是六级 但实际上呢 真正要生孩子要达到十二级 那就是他们才一半呢 现在一半就挺不住了 那你说一个女性 要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所以一定得对女性好一点 是 我们来看看腾腾的等级 这个腾腾等级我真的觉得 您看看第一级一直到第十二级 然后它每一个级别都是不一样的 像刚才您说了 可能是有什么蚊虫叮咬的疼 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级呢 是突然间的注意到的疼痛 然后就好像麻药的那种疼痛 打麻药的疼是吗 对 那这个准爸爸们 他们应该是中度级别的疼痛了 像是什么胃肠炎和拉肚子时候的那种疼 对 如果要真的生孩子 哎呀我觉得这个 看完之后我浑身都冒冷汗 感觉是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 对 它这个前一二级疼痛 就像我们认识末期的一个不规律塑一样 然后等到逐渐逐渐增加呢 就是比如说三四级呢 就类似于宫口开 三公 一两公分 两三公分这样 然后等到我们的六七级的疼痛呢 就基本达到宫口六公分 我们基本就叫活跃期了 那个六公分到我们的宫口开拳就很快了 然后等到开拳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我们的九级左右的疼痛 然后开全家福亚 大概就十级左右了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他都会选择说 我要自然分娩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人就说了 千万不能做抛工产啊 然后因为什么 抛工产的孩子不聪明 有这样的不好 那样的不好的就说了一大堆 然后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 就只能忍受着痛苦 没有办法就要自己去生 但是这样说法是对的吗 就真的说抛工产了 这孩子就不聪明了吗 我看我身边好多人都抛工产 孩子也都挺聪明的 是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其实一旦女性怀孕 她到最后她一定要结束分娩 那怎么办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我们的自然分娩 阴道分娩 还有一种呢 就是抛工产 那就是从我们的宝宝 从肚子拿出来 是吧 实际上抛工产只是解决什么 比如说我们难产 生过的过程当中有困难了 大人孩子有什么危险了 或者是呢 比如说妈妈 比如说有些高血压啊 糖尿病非常严重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 心心病的妈妈生孩子 那妈妈会有一些风险 那我们选择抛工产 然后 比方经过产成那个过程 还有一个麻醉 做一个保障 那我们就是说 难产 或者当母婴出现 安全受影响的时候 我们才去选择抛工产 那大多数的女性 百分之八九十的女性 是能够阴导分娩的 如果从产科医生 这个角度来讲说 我们什么叫阴导分娩 或者叫自然分娩 是指我们一个生理现象 什么叫生理现象 如果说的更通俗一点 能吃饭 能睡觉 这就是生理现象 那如果要这么说 咱女人大多数女同志 都能生孩子 这是第一点 原则上 尽量采取阴导分娩 自然产 那第二个呢 刚才咱们提到 抛工产的宝宝 那如果是宝宝 在肚子里都有 已经有危险了 那一定要快点 从这个宫内环境出来 他就脱离这个环境 他就没有危险了 所以并不是说的 抛工产的孩子 一定是智力都不好 但是有一点 如果说你能生的话 你不选择生 首先我们要了解 阴导分娩的好处 第一点 阴导首先一个 它是自然发动的过程 那么子宫 它会自然塑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生完孩子以后 它不会出现 我们叫产后出血 发生几率会小 还有一个呢 你自然分娩以后 你肚子没有刀口 你可自由地哺乳 所以说我们怀孕 我们刚生完宝宝 我们就可以贴到 妈妈身上 那宝宝就会找到 乳头去吸润 说这个过程呢 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增加我们哺乳的机会 再有最重要一点 我们子宫是个完整的 是吧 我们子宫总比喻 像个房子一样 你生孩子要从门口出去 你要抛物产 你就扒一个窗户 子宫就会损伤了 而且这种损伤呢 是一个永久性的 一直到你决定以后 是吧 那你要再怀孕 我们像二孩政策方开以后 很多妈妈二孩 正好怀孕 就认身能 认到我们原来的 泡红产的切我半痕了 叫切我半痕 认身容易流产 容易大出血 生孩子过程 用凶险前日胎 胎胎 切子宫等等 我们现在这几年 不停地在做这个事情 这是对妈妈 对宝宝来讲呢 宝宝在宫内 一个水晶宫里面 是在羊水里面 那么他在分娩的过程当中 通过子宫的收缩 对我们的胎儿 是一个挤压 在产道里面 也是个挤压 这时候孩子这个羊水 就会从我们的 呼吸道排出去 低声踢哭 氧气进来 孩子就容易 呼吸得很好 那如果你直接 从水里给他宝宝 从子宫里拎出来 他就没有这个过程 说发生孩子失肺 吸入性肺炎等等 那么孩子 未来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子宫的一个收缩 像一个水的按摩一样 他全身是个皮肤 是个很好的神经感受器 这时候对大脑 就是一个刺激 阴道分娩就是个刺激 说这样宝宝出生以后 我们会看到 从青年以后 或者儿童以后 他会有个什么 叫感觉统合失调 就是他的运动能力 协调能力会减弱 包括有一些 免疫能力的底下 妈妈以子宫收缩 把妈妈身体 免疫球蛋白 挤到给孩子了 说他把这个宝宝 出生以后 他抵抗力差 抵抗力好 他不会出现一些 肺炎 哮喘等等一些事情 所以说自然分娩 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 短时间内还有未来 真的是都很有很多的益处 真的是这样的 蔡主任 刚才听了您说了之后 我就会认为 自然分娩的好处 是非常多 它是属于那种 刮熟地落的情况 但是你通过抛工产的手术 它是什么呢 有的人他不得不做 这样的手术 因为他的自身条件不行 你比如说 什么胎胃不正 什么脊带缠编 很多的情况 然后如果他要是自然分娩 可能会存在着 很多的风险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去选择 抛工产的手术了 对 但正常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所有人都会选择 一个正常的手术 正常的分娩 这样的一种渠道 对 那其实您看 在以前旧社会的时候 就一个女性 说如果她生不出儿子来 那就完了 遭到了很多的歧视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生男生女 其实取决于男人 不是女人 是这样 对 而且我们你看 其实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知道说 自然分娩确实挺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我们也愿意 但是太疼了 忍受不了 对 那怎么办 实际上现在 我专门科学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大家对于这种 各种这种医疗也好 或者生理的要求 更舒适一些了 那我们现在也有 我们叫五痛分娩 是吧 或者叫分娩阵痛 其实我们一旦 只要生孩子 有子宫收缩 就会出现一个叫分娩阵痛 这个阵痛是什么 阵发性的疼痛 是由于子宫收缩来的 那我们为了抗拒 我们阵发性这个疼痛 有很多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会在临床上 不管是我们产科医生 助产室 包括我们麻醉医生 会帮助到我们的孕妈妈 去帮助她最大化的 一个舒适化的一个分娩 在安全的情况下 再让你舒适 那这就太好了 但是为什么 这个无痛的分娩 鼓起的这么慢 好像是 之前有编导跟我说 他说这个 其实在别的国家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到我们这 这无痛分娩 如果早有的话 那大家一定都会选择 无痛分娩 实际上大家知道 只要提到无痛这个事情 一定有人去镇压这个疼痛 我们叫镇痛 是吧 那一定有人去实施 这个实施者 是麻醉医生 所以说我们有 非药物性的 可能我们产科医生 助产室就能做 但是药物性的 就需要麻醉医生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有麻醉医生 去帮助我们去做 这个需要我们的人员 还要涉及到技术 那第二个呢 还要涉及到我们 就是我认为 今天的节目就特别好 需要一个宣教 要我们的孕妈妈 她得知道 有一种无痛分娩 这种方式 可以帮助她 那我们其实 像你说国外有100年的历史 它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的过程 那我们国家 其实2001年的 在我们的北夷大的医院 就开始在做了 只不过我们若干年前 也就是1%的无痛分娩率 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才达到10% 像我们医院去年还真不错 我们从这几年开始努力 我们上个月 已经达到40%了 所以说第一点 它涉及到我们孕妇和家人 自己的一个健康教育 实际上它了解 它有这个需求 那第二呢 我们还有技术的保证 包括我们自己的产科医生 助甩师 在无痛分娩的过程当中 怎么监护这个产程 我们的技术 也需要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它是一个综合的 对 是的 就首先呢 我们要在这个大脑当中 去选择它 让它对它有意识 然后这样有认识之后 才会去选择它 包括其实您看国外 刚才说到了100年的历史了 这个也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是 在逐渐的成熟 拿下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一种 无痛分娩的手段 给您的时候 让您减少了很多痛苦 对 现在国家也很重视了 我们3月18号 就成立了全国的 分娩症痛专家委员会 现在全国也在 麻醉医生 产科医生 助甩师 组合到一个专业委员会里面 去在全国进行一个普及 那太好了 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再通过一段小片 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无痛分娩 抛也能抛分 知道这个无痛分娩 这个体系吗 这个我不了解 我不太清楚 我就知道抛肤产顺产 但是无痛分娩 什么都没了解过 但是因为觉得 可能会对孩子有影响 所以当时 形成要是自己能生的话 就是还是 没有打那个无痛分娩 觉得还是药物 对孩子有影响吧 听别人说的 对对对 因为也没查过 当时也没形成说 无痛分娩 不是都知道正常的顺产和抛肤产 所以对那个就没有太多了解 那天早上的时候 医生查房的时候 就疼得哭了 有点受不了了 然后就还是想 要不就抛了算了 但是就是咱们 寺院的蔡主任团队 包括院员老师 都一直非常支持我 觉得我的这个条件 可以去尝试一下顺产 然后因为现在国家 也都提倡自然分娩 觉得对大人 对孩子都比较好 所以我也是在他们的鼓励之下 我想再试一下 然后他们还跟我说 有一个可以打无痛针 可以减轻一下这个产生的痛苦 然后我想试试看看 我是要打无痛针 要不可能挺不过去 像是用无痛针 因为那个本身这个生孩子 现在就是说挺遭罪的 这个孕妇在整个过程中 挺煎熬的 能利用这个技术 使她这个疼痛减轻 我感觉是很好的 打的时候有一点点 就是往后背扎 有一点点疼 但也不是很疼的忍受 打完了之后 就是供缩也是疼 但是就是可以忍耐了 要不那个就疼冒汗了 当我三指的时候 就是已经有点受不了那个疼 然后就是伤得无痛 然后上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上完之后我觉得好很多 真的好挺多的 然后就是疼的时间 没有那么就是长了 然后我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可以休息一阵 然后她才会再接着疼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正在直播的健康龙江直播室 我是主持人杨阳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想请蔡老师 给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阵痛的方式到底都有哪些 其实我们刚才说 这个分娩阵痛 这个词非常的准确 它就是要 把我们的疼痛降低 不能达到绝对的无痛 那么方式有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这种药物性阵痛 这是刚才我们小片当中 大家一直在说的 其实这只是硬膜外麻醉 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 那还有一种呢 叫非药物性阵痛 就是排除这药物以外的 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从 这就很多种 比如说有健康教育 我们像在孕校当中 大家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一些孕妈妈是这样的 你开三公分的时候 她就在大喊大叫 我们有一个孕妈妈就是这样 然后我一插房间 我说你肚子疼吗 我摸她肚子 我说你现在没有肚子疼的这样 她说是 我说好 你先深呼吸 然后你一会儿可以躺一会儿 睡一会儿觉好吗 她就睡着了 我等她醒来 我再问她 我说你刚才躺的那样 你为什么要大喊大叫 你没大到那时候 她说我心里让我爱人听她 我吓唬吓唬她 所以说她有的时候 她有个需求 她要被关照的需求 说你要自己要对疼痛有个认识 这个自我学习 这个学习也是一个 阵痛的一个方式 那么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要有一些 比如说呼吸啊 我们的调整 有拉玛斯呼吸法 包括有一些听音乐 包括有一些 做一些瑜伽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水疗 这样自己去调整一下 对对 都可以去帮助你 这个分娩减轻 其实呢 刚才您说了 就是有一种 就是药物性的阵痛的方式 这是我们现在比较盛行的 大家也比较期待的 是的是的 而且呢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这方面的专家 就是我们哈一大寺院 麻醉科的副主任 马雪松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 药物性的阵痛方式 马雪松 哈一大寺院 麻醉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麻醉学硕士 医学工程博士 你好 马老师 你好 主持人 马老师 其实刚才 蔡老师一直在讲 就是这个药物性阵痛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和方法 因为减轻的痛苦 一定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需求的 但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普及 是因为麻醉师比较少吗 是这样的 随着目前我们社会的发展 百姓的看病意识 是越来越强的 同时百姓在看病的过程中 对这个舒适化医疗的程度 要求的也是越来越高 这就导致了我们麻醉科医生 这个业务量在不断的增大 有人理解 麻醉科医生 仅仅在手术室里做手术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覆盖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 包括手术室内的手术 包括无痛 胃肠镜 包括无痛分娩 无痛人流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麻醉医生参与 所以我们的业务非常广 就我们医院来说 每天的手术量在100台左右 而麻醉量达到了将近200台 而完成这些麻醉量 都是我们20个左右医生在进行 所以大家的业务量非常大 有人理解说麻醉医生 麻醉师仅仅是打一针就完事 实际不然 麻醉过程中 病人要涉及到一个能够手术 能够无痛的状态 他将面临着生理的剧烈改变的一个状态 所以麻醉医生在实施麻醉过程中 要密切关注手术 密切关注病人的生理变化 而做出及时的调整 不然在手术台上 病人就往往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工作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 目前我们国内的麻醉医生的数量 还是处于一种严重不足的状态 一万人里只有0.5名麻醉医生 这和发达国家比 还有几倍的差距 因此空缺也非常大 这种空缺也是严重的限制了 我们去开展其他的医疗方式 比如说分辨阵痛 比如说无痛胃伤镜 我们都要排队 而且因为排队也经常使有些病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 而错过了这种阵痛的机会 目前我们国家还是很重视麻醉队伍的发展 从岐部委文件也好 国家文件也好 在对麻醉医生队伍的培养 声援的扩大 在积极地在做工作 相信有一天麻醉队伍壮大以后 我们的病人就会有更多的病人享受到这种麻醉 这个数据化医疗 原来是这样的 确实是由于麻醉是确实这个人才比较的这个缺乏所导致的 因为好像我们编导说 你每天在医院要走上两万多步呢 就是因为穿坐在各个手术之间是吗 是的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都有这个激布器 其实我爸每天的工作量呢 就是大约在十台左右 每天走上两万步是经常这个事 每天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他可能会认为什么 他会有一个误区说 这个麻醉对孩子一定是不好的 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之前有这样说过 说那你看大人麻了 那孩子也麻了 那这样也不知道情况能不能预测得了了 或者是他是不是健康的了呀 那如果要真的我们说采用了药物性的阵痛 这样的方式方法 那存不存在我刚才说的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呢是一个误区 首先呢我们药物性阵痛啊 它并非是全身给病人用药 首选的呢叫椎管类麻醉 或者说椎管类麻醉之一的硬末外麻醉 它的麻醉药应用量呢 仅仅是正常一个做手术的麻醉呢 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左右这个量 而且呢它作用的部位呢 是神经根的部位 它全身吸收的量非常小 而到胎儿部分的这个药物量几乎是微乎其微 所以呢这样的麻醉的方式呢 对这个胎儿影响是非常小的 嗯 那你像我们在可能做手术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麻醉 还有什么橘麻的 全麻的 然后不一样 那我们这种无痛分裂 它是采用的哪样的一种麻醉方式呢 这种麻醉方式叫椎管类麻醉 也叫硬末外麻醉 硬末外麻醉是椎管类麻醉的一组 它呢是在后背上打这个麻醉针 打完针以后呢 让病人处于一种解断性的震痛状态 然后呢 使子宫收缩 疼痛这个部位呢 受到阻断 然后呢 产生这个震痛效果 这种震痛效果呢 它不影响病人的运动 而且对于病人生理影响也不是很大的 有人担心说 我就扎着后背麻醉针 这个脊柱穿刺 我就担心了 我就害怕了 实际来讲 这种疼痛 就是造成后遗症的风险 是非常小的 做无痛分裂呢 我们要求就要比较 比较有经验的麻醉医生才能操作 操作的过程中呢 扎针呢 失败率较低 而且术后腰疼发生率呢 跟全麻之后的腰疼发生率呢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因此有人说 我做完手术以后 这个腰疼 是不是麻醉老师给我扎的 麻醉医生给我扎的 实际来讲 有一项科学资料显示呢 就是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 这两种方式呢 术后病人的腰疼发生率 几乎是没有明显的差别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其实首先说 我们这个麻醉 对孩子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另外对于患者本身 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吗 对患者本身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时候呢 也需要我们麻醉医生 再给他一个严密的监护 然后呢 确认基本安全以后 再回到产房 回到产房以后呢 我们仍然需要给病人 做一个相对细致的一个监护 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那么其实啊 您看啊 大家都说母亲母爱是伟大的 可能很多的女性 就为了这种无私的母爱 就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你看现在随着医疗手段的 不断的这个发展 不断的成熟 那么你是可以选择一种 让自己身心愉悦 减少痛苦的 这样的一种分娩方式的 所以我觉得五痛分娩 确实能够带给我们 这样的一种体验 那下面进入到 今天的一讯快报 2019年5月13号下午三时 我国第七批赴非洲玛利 维和医疗队出征仪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 第962医院庄严召开 此次出征维和医疗队 共有63名队员 将继续诠释和传承 热爱和平 不如使命 崇尚正义 尊重生命 纪律严明 作风过硬 业务精湛 不畏牺牲的中国维和精神 维和这个任务 对于我们军人来说 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任务 尤其对于我这个 从地方大学考取的 国防身来说 穿上这身军装 对于我来说 非常的光荣 能够在和平的年代 参加这项维和的任务 对于我的军旅生涯来说 将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笔 所以我主动报名 参加了此次的维和任务 作为一名战士吧 和平年代能出国维和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去维和 我已经最好准备了 已经看过我们 这个维和部队的一些宣传 报道 还有一些那个时事 对马里这个地区的一些 现代的情况 也掌握了一部分 据了解 本次出征的维和医疗队员 从3月1号起 就正式开始封闭集训 同步展开装备物资器材筹措 和模拟场地建设 组织集训队员 开展战时卫情综合保障训练 真正达到到达阵位能作战 进入诊区能救治 紧急任务能指挥的预期目标 好 欢迎回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进行的 健康龙江直播室 看我们演播室的第二现场 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助产士 苏丽杰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给我们大家演示的 就是无痛分娩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来 老师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 有助于分娩的工具 一样是导热球 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分娩车 那我先给大家演练一下 我们的分娩球 它也叫助产球 我们在产妇在代产的过程中 有的产妇他比较紧张 我们就用这个架子来给他固定一下 如果我们产妇心情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给他用独立的空间来坐在球上 那我先给大家演练一下 我们首先坐在球体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然后把双腿分开成90度的形状 然后我们来回的晃动骨盆 左右来旋转 或者我们可以上下的来跌跌 可以这样有利于我们来缓解公缩 也可以促进产程的进展 那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可以把球放在床上或者地上 做手膝式的卧位 像我这样 我们把双臂抱在球体的位置 通过我们的胯关节来左右的晃动 这样也可以有利于来加强促进我们的产程 那我下面再给大家演练一下 倒垃圾 好的 那这个刚才是拿球的 我是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过 好老师您继续来展示一下 那大家知道 行走是在我们产程的潜伏期和活跃期 是最有用的姿势 我给大家来演绎一下 因为我们站立的姿势 是和我们地吸引力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地压迫到宫颈上 可以加速产程的进展 如果我们产肤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地上来回地走动一下 这样走动就可以了 对 也是通过晃动骨盆的方式来走动 其实好像刚才您做的那个球的那个动作 包括这样的动作 都是通过晃动骨盆来进行的 是的 就是这样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样的准拉 慢慢预复了 对 是这样我们这种方式叫非药物性的一个 促进自然分辨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会看到 其实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个球 刚才咱们提到了 它没有个 如果说你很熟练的话 没有那个架子固定 但是这个熟练需要什么 是我们在运气过程当中 就进行锻炼 所以说我们在运气 会交给我们的运妈妈 你回去可以买这个样球 自己在家尝试做一做 如果从来没有做的话 那我们就有一个架子去帮助我们 那第二个呢 刚才那车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产房里面呢 会看到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床 有很多的这些小东西去帮助我们 这个呢 就是非药物性分娩阵痛的一种 也是促进自然分娩的一个过程 一个呢 就是它会让我们的这个 工作会更平一些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会想 我们立位的时候 那个是靠重力作用 整个孩子的重力是往下的 所以说呢 我们靠子宫手术 再靠胎儿自己的重力的作用 孩子就再往下走 说这会促进产程 那还有一些孩子呢 在宫内 它那个胎位是不正的 我们刚才会用那个球 包括走动 会帮着大家在 孩子在宫内再行旋转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拿比如说拿一个瓶 然后里头放一个那个玻璃球 然后我们就会晃动 它在晃动过程当中 它可能很容易掉下来 你直到它就不容易掉下来 其实宝宝就用脑 自一头的最小境界 走骨盆的最大的境界 你在晃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用骨盆去增加一个宽度 这也是我们一个 帮助我们促进产程的 不仅仅是我们后背那儿 去扎子一针 有很多的方式 去帮助我们的孕妈妈 它其实方式还是挺多的 像这个 刚才您说要有一个熟练 那就是在她缓孕期间 就是要不断地去做这样的运动 而且我在电视里看到什么 这好像是准爸爸 然后陪着孕妈妈一起去做 对 我们现在都有陪伴分娩 我们会去告诉爸爸 教会爸爸 你去怎么陪伴 比如说你怎么帮着她 后背去做按摩 腹部去怎么按摩 帮帮喂喂水 甚至我们原来有个妈 爸爸我说毒箱给你录下来 你是最优秀的一个爸爸 他给他妻子喊加油的时候 特别有力量 然后他妻子就随着她的 喊那个力量去调整呼吸 去帮着去工作 去帮着生孩子 说孕爸爸这个过程 陪伴的分娩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 对对对 太好了 我听着就会觉得很温馨的感觉 那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方法是非药物性的阵痛呢 其实还有一些 比如说呼吸 我们叫拉马泽呼吸法 那么我们随着不同的产程 我们帮你 教会你呼吸的这种节律 它也不一样 像我们有些很多 比如说女性做瑜伽 她不是也是通过呼吸 去进行一些调整 那么心理上也有调整 首先一个你通过呼吸 你心里不会这么感觉的紧张 我们原来有些孕妈妈 她一疼的时候 她就不停地 就那样呼吸 我们就会告诉她 深吸 慢呼 慢慢调整过来了 她就觉得没有那么疼痛了 这也是很好的办法 真的 就会觉得 整个人的呼吸调整了之后 她的心跳也是正常的 然后她会顺应一切的 很自然的东西 情绪上也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管理 对 是舒缓了情绪 然后这个时候 不是在一个紧张的环境下进行 是的 对 其实现在我这个